competitive 好我们来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com我们念成com pe念成pe ti念成t tive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形容词的字位 整个字中音节呢落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competitive competitive 那competitive呢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翻成竞争激烈的 来我们看例句 in such a highly competitive job market only those who have special qualities can really stand out from others 他说呢 in such a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是如此的意思 如此一个高度的竞争的就业市场 各位看到就业市场 我们英文就念成job market job工作 market是市场 所以说呢在这么如此高度竞争地 这高度的就是用highly 高度竞争的就业市场里头呢 only those who 好只有那些人 哪些人呢 这边呢who 它形成一个形容词子句 然后呢一直到这边 who have special qualities 这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形容词 only those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句子真正的主词是在这个地方 can really stand out 好那我们知道呢stand out的意思 指的就是脱颖而出的意思 这个片语呢也是一个不错的片语 同学不乏呢也顺便这个机会把它记一下 stand out原本的意思就是站出来 你看我们在学校颁奖的时候 有哪些人才能够站出来呢 当然只有得奖的人才能够站出来 所以说从哪些人当中脱颖而出 站出来stand out from 这个时候你就用stand out这个片语 好那stand out这个字呢 这个片语呢 其实除了可以用脱颖而出之外 它可以衍生出另外一个形容词 那个就是outstanding 当我们把out跟stand把它调过来之后 再加上ing变成一个现在分词 可以当形容词使用 这个时候它的意思就是杰出的 好接下来它说呢 他们呢那些人 哪些人呢真的有一些特别的qualities 特殊素质的 好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special qualities 尤其用来指人的时候 指的就是一个人的一些特质 可以真正的脱颖而出 好那competitive这个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名词 我们看第一个音节在comcom 第二个音节p 第三t tion又是一个名词的字位 那我们刚才学过了 它的重音一定是落在shin 前面这个音节 所以整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competition competition 那competition呢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译成竞争 来我们看例句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students to become the class leader there has been 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从一开始 所以要开始呢 选班长一直到目前为止 所以你们发现 他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表示这个动作 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a lot of 就是许多很多 多次的什么呢 多次的竞争 在谁之间呢 between the two students 在这两个同学之间 彼此之间 有很多次的竞争 他们竞争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呢 to become the class leader 好 那我们看一下 the class leader 指的就是班长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动词 好 它的动词呢 我们评成compete 那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com 第二个音节在pete 中音节就落在 第二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compete compete 那compete这个字呢 是一个不级武动词 也就是说 如果你后面要揭名词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一个介细词 所以说跟什么人竞争 介细词要用with 我们看例句 in the olympics play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for medals in the olympics in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指的就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奥运会 players 指的就是选手 来自哪里的选手呢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这就是一个介细词 骗语 在这边用来修饰 前面的先行词 players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选手 动词呢 compete with 和什么人竞争 各位别忘记了 介细词用with 彼此竞争 one another 为了什么呢 而竞争呢 他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呢 好 再次提醒同学 介细词要搭配for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衍生出 这样子的一个句型 compete with 后面接人 然后再加上for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目的 为了什么 而要彼此竞争 介细词用for 跟什么人竞争 用with 好 所以这个字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competitive 形容词竞争激烈的 competition 名词竞争 compete 动词竞争 对抗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